幸福三重作终于迎来了第二季 这一季的嘉宾曝光之后 也是令网友们心动 早就最好准备迎接 新嘉宾夫妻们的到来 里面有刚结婚不到半年的朗朗 吉娜夫妻 还有老艺人张国立 邓杰夫妻 以及不怎么出境几乎吸引的 陈一涵 徐富翔夫妻 当然前面两对夫妻 大家都很熟悉了 唯独陈一涵和徐富翔 还是比较陌生 陈一涵虽然出道时间这么长 演过无数部的作品 大部分粉丝对她的印象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她把老公带着一起录制 综艺节目 网友们早就在弹幕上评论 说不想看了 尤其是看到 陈一涵旁边的老公长相时 我们真是打扰了 陈一涵长得这么漂亮 身材又好 但她的老公却戴着一副眼镜 下巴略戴胡子 如果不笑出来还好看点 一旦笑出来后 满嘴的黄牙 确实不知道人喜欢 不过人家老公 虽然在颜值上 都不知道大家的喜欢 但是在工作中 她很能干 还是一位导演 幕后工作的导演 以老公的能力 足够配得上 陈一涵的美貌了 可以说是两情相悦 非常般配的一对夫妻